夫人 其实我是华阳王 又背着我偷吃呢 也不叫我 何为着调 像华阳王那样 整日板着个脸 老气横秋地指点江山 你喜欢他那样的 我才不 你在我酒里 放了什么 只是一点 让你乖乖听话的药粉 我警告你 你若敢动我 我就 我就宰了你 我等着 这臭群 臭群你这个 停车 你 娘子 你醒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回娘子的话 咱们此刻正往灵泉镇去呢 眼下已经上了官道了 那这儿 侯爷呢 侯爷带着几名亲卫和商队 押着粮草去金甲关了 娘子请放心 侯爷吩咐了 让我务必送您回灵泉镇 免得家主担心哪 来 驾 他自个儿走了 嗯 王爷 大战在即 有眷属的军事们都去辞行了 夫人她来了这么久 只见了您一面 行了 回来 在 背马 我要去把这一切都告诉她 让她 早一点知道 省得越陷越深 你先进去 把李妈妈叫出来 去 是 李妈妈 李妈妈 我也叫你先回去 怎么了 怎么了 今日小岚王爷 是要对夫人说出真相 这 作孽 回来了 对 夫人怎么不吃啊 我不饿 夫人 嗯 別倒疼藥了 來 你坐這兒 我 我有話跟你說 你也不是一個行醫的 這店裡面 也沒有一個像樣的伙計 你怎麼能給人抓藥呢 這要神醫給我的醫術 我還留著呢 再說了 九病成醫 沒有七分 也有個三分醫術傍身呢 更何況 遇到重病的我根本不接 我都是送到外鎮 或者西州的醫管 那 那孕婦是怎麼回事啊 她也是個可憐人 被男子的花言巧語給欺騙了 只身來到大齊 自以為是當家主母 其實是那個男子 養在外面的外食 那個福辛漢也是個傷骨 這怎麼能叫也是個呢 和咱們一樣啊 只恨內斯 藉著走傷之名 家裡家外兩頭片 她都肚子大了才知道真相 一氣之下就主動提了和禮 我發覺你好像很同情她 我是佩服她 遇上了這樣的阿渣荒唐事 她既沒有妥協偷生 又沒有被情愛蒙蔽 反倒是給她夫君下了和禮書 一個人自謀生路 你看我幹什麼呀 夫君 你說實話 你如今到底在任何職 為何我問那守村的士兵 人家都不認識什麼 叫崔九的百夫長啊 嫌疑 夫人 其實我是懷洋王 又背著我偷吃呢 也不叫我 這有神醫 柳娘子也在啊 坐坐 你們倆會享福啊 做這麼多好吃的 也不叫上我 你怎麼來了 我也從容了 我是軍醫官 沒有這個 休妻的百夫長官大 你也知道他休妻之事了 你也真是心寬 什麼都往外說 他知道錯了 和黎叔也撕了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那也不能原諒他 咱也寫 我給你找禮墨去 咱也寫 什麼都做錯 他就愛開玩笑 我沒開玩笑 你不是來跟我喝酒的嗎 不是你看看哪能打點酒 我今日晚上跟他不醉不歸 我看你也喜歡說笑 這百葉太新的地方 哪來的酒寺啊 不過隔壁溫家娘子家 可能還真有 他家郎君是個火頭兵 我去他家看看 行行行 有老娘子 說說說說多了說多了 還辦著呢 我是還得辦著呀 這不是拜你所思嗎 那你答應我一件事 那你答應我一件事 你下次跟他說的時候 離我遠點 我怕見我一身血 那你別來喝酒啊 你走啊 餓了 我用他這個 他那碗有沙棋 我選擇 oui 我想喝酒 詞聲 我問你